生命纪 第三章 后来我们回转过来,沿着到巴山的路上去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迎着我们 在以德莱与我们作战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怕他,因为我已经把他和他的众民 以及他的土地都交在你的手里 你要带他像从前你带西石本的雅摩利人的王西红一样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也把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击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存活的人 那时我们掠夺了他所有的城 在巴山王鄂的国土里 雅尔戈的全境共有六十座城 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 这些城都是以高墙做堡垒 有城门、有门栓 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城墙的乡村 我们把这些都灭尽 像从前我们带西石本王西红一样 把各城中的男女和小孩子都灭尽 只有城中所有的牲畜和夺德的财物都略为己有 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手里 把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的地夺了过来 西顿人称黑门山为西连 亚摩利人却称它为士尼尔 就是夺了平原上所有的城市 激烈全境和巴山全境 直到萨迦和以德莱 这都是巴山王厄国内的城市 历伐因人的渔民中 只留下巴山王厄一人 看呢 他的床是铁的 长四公尺 宽两公尺 这是按一般的尺寸凉度 现在不是还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那时我们占领了那地 从亚嫩谷旁边的亚罗尔起 我把激烈山地的一半和其中的城市 都给了刘本人和迦德人 激烈其余的地方和巴山全境 就是恶王的国土 我都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 雅尔戈全境 就是巴山全境 这叫做历伐因人的地 马拿西的儿子雅尔 占了雅尔戈全境 直到基数人和马家人的边界 就按着自己的名字 称巴山全境 为哈沃特雅尔 直到今日 我又把激烈给了马吉 从激烈到亚嫩谷 以谷的中心为界 直到亚门人边界的亚伯河 我都给了刘本人和迦德人 又把亚拉巴和以约旦河为界 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 在皮斯加山坡下东边的地方 都给了他们 那时我吩咐你们 耶和华你们的神 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做产业了 你们所有的战事都要预备好 在你们的兄弟 以色列人面前过河去 只有你们的妻子 小孩子和牲畜 可以留在我赐给你们的城里 直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兄弟 像你们一样得了安身的地方 他们也占领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约旦河西赐给他们的地 然后你们个人才可以回到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去 那时我吩咐约书亚 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神 向这两个王所行的一切 耶和华也必向你正要去的各国照样行 你们不要怕他们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要为你们作战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啊 你已经把你的伟大和你有能力的手 显给你的仆人看 在天上地下 哪一个神能有向你所做的工作 能有向你所行的骑士呢 求你让我过去 看看约旦河西的美地 就是那美好的山地和篱巴嫩 但耶和华为了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不听我的恳求 耶和华对我说 罢了 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了 你要上皮斯加山顶去 举目向东、南、西、北 亲眼观看 因为你不能过这约旦河 你却要吩咐约书亚 兼顾他、鼓励他 因为他要在这人民前面过河去 是他们承受你看见的这地 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